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广新闻网世界杯特别报道 我是陈凯 很高兴的请到爱尔塔足球台的专业球名 石铭吉 左贝大您好 大家好 另外我们再次的请到了 Fox体育台的球评 以及华视球阵线萌 王果大 王果大好 大家好 世界杯踢到最后的四场比赛 我们剩下了四支球队 包括了星期三凌晨两点的法国对比利时的比赛 以及7月12号克罗埃西亚对英格兰的比赛 法国对比利时这场赛事 比利时有很多都是有法裔的协同 这个两个国家就是怕在旁边 这两个国家在过去的足球历史上 或是说他们过去的世界杯对抗上来说 他们是算是统一挂的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比利时 他们足球发展比较好的 其实就是南部南部 就是靠法语去这边 所以他们里面的球员 大家一听他们的名字一念 这个都是讲法语的 其实他们跟法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 他们两个国家之间国土也接壤 然后文化方面语言甚至都一样 那当然北部合语区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以现在的球员来讲 大部分还是法语区出生的比较多 那因此两国的球风 其实他们本来就是比较类似 那唯一比较不一样的是 比利时现在有很多的球员 他是在英超来效力 那但是法国的球员他就不一样 法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 他的球员不管是在英超 发甲 易甲 德甲 他很多的球队 很多的这个联赛里面都有法国的球员 因为法国一直就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球员的输出国 那所以法国的球风其实非常多变 这也反映在他们的战术变化 跟他球员的选用上面 其实有非常多不同风格的球员可以来选用 那可能在这一点方面 现在比较强调速度跟力量打法的比例时 他的变化就没有像法国队这么多 可是我会觉得说这两支球队 你说他像嘛 他有些部分又好像不是那么的一样 最主要还有一些因素在里面 当然比利时他也是一个移民国家 但是他这个移民国家来讲 坦白讲法国是比较大的移民国家 对 而且法国比较多元化 对 所以说你会在法国的球队里面 看到更多的非一的球员 你可能在比利时队里面 你会看到法语区的球员 和语区的球员 配上了可能比较少数的非一的球员 当然比较著名的就像是卢卡库 这样子的球员 但是你会看到像卢卡库这样子的例子 其实在法国队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甚至于有一些球迷 当然他这样的比较 我认为不是很恰当 他就会拿这个可能30年前的法国队 他的一个照片来跟现在法国队来比较 你会发现这个非一球员的数量 是多了很多 所以说这个球队他的一个风格 其实因为这些非一球员的一个加入 会影响到这支球队风格做一些改变 其实1998年的整治法国队 真正纯种的法国人 我们讲血统上的 其实非常少 那几乎整治球队全部都是移民的第二代 包括现在的这个总教练 Didia Deschamps他是巴士克人 对对然后当时的这个 李沙拉斯也是巴士克人 然后塞内加尔裔的还有这个Viera跟Ebrien Ba 对包括亨利他本身也不是他也是非裔的一个后裔 甚至你看到他是这个白人 可是他也很有可能像这个 Hernandez西班牙来的 对那甚至是比如说也有巴士克人 他还有巴西来的 他有很多种不同的血统在里面 对对但是因为基本上法国是一个很早就开放 他其实跟英格兰很像 他是算是世界上最早开放这种各种国家移民 各种种族移民的国家之一 所以他们其实多元化也比较早 其实早在20年前98年世界杯就已经是这个样子 对没错 藉由这些吸收各国国家的移民来到这个法国之后 其实壮大了法国的足球实力 他们都是在法国土生土长 对而且我们也要想到说 这些人的这个足球的涵养足球的训练 是法国人给他们的 对那不是说我是个非洲人 或者是我是个中东人 我天生就会踢足球 不是他们也是来到法国在这边生长 收到这边的训练 收到这边的熏陶他们的足球技战术的培养 也是法国这一片土地这个联赛给他们的 那因此你说他虽然看上去 我们的肤色他非常的多元 可是事实上他就是承袭了一个传统的 法国的足球文化 这些材料 其实是从全世界都各有打扫来的 但是炒菜的还是法国厨师 把它调成一换法国的料理 哪一群人是列由这次世界杯 绅士最看好最看长的 那我想蒙巴 一定是被大家提出来的第一个名字 因为大家提到说他才19岁 大家会提到他个17岁比例 也就去踢世界杯了 或是20年前的亨利 其实他也是这样子冒出来 那有人说他把他跟这个 其他这个历史上的这些 这些巨星啊 这些名人堂的巨星来相提并论 而马比到现在为止 他的体能当然是非常令人惊艳的 可是除了体能之外 一个足球巨星 在19岁的时候 我们可以观察到多少 其实很多人拿他跟 就是年轻时候的亨利来比 但是亨利19岁的时候 没有他这么厉害 那在世界杯上面呢 上一个未满20岁进球的球员 叫做欧文 然后上一个未满20岁 然后单场比赛 能够进两球的人 叫做比利 那本来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头衔 但是现在 Mbappe已经把他追平了 而且Mbappe还有两场比赛 他有可能超越比例的一个记录 而且Mbappe这个球员 是在台湾可能大家 如果没有常看欧洲的足球联赛的话 就没那么熟悉 可是事实上 他在2016年到17年 赛季的这个欧冠里面 他的表现非常的突出 他在淘汰赛里面 六场比赛进了六球 而且他也是欧冠史上 进球最年轻的法国人 然后他也是进 平均一场进超过一球以上 史上最年轻的球员 他创下的记录其实你很难想象 他也是发甲最年轻出赛的球员 他的记录你是数不完的 他的最年轻记录是看不完 等于他17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在欧洲足坛 掀起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风暴 那在去年夏天转会到 巴黎圣日尔曼的时候 他的这个转会费的身价是 1.8亿欧元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1.8亿欧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超过40亿台币 对所以你说他赞成名吗 倒也不是 其实他两年前就成名了 那只是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因为两年前不可能参加世界杯 这个时候才在世界杯上面 让更多国家的人 包括像台湾这种平常 比较没有关心欧洲联赛的人 能够发现到他的存在 但是事实上 他其实从两年前开始 大家就一直非常看好 这位年轻人 特别是大家如果说 在比赛当中可以看到 他处理球 比起一些我们经常讲 技术很好 或者是速度很快的球员 比较独的这种状态 但是Mbappe的处理球是非常成熟 他的一个传接球 跟自己本身的一个跑位 他都超乎自己同年龄的选手 他在11岁的时候呢 他的教练就说 他第一次看到有一个 11岁的小孩子 处理球这么成熟 没有办法跟其他11岁的小孩子 一起踢球 因为他已经超越他们太多了 只好让他去跟 更大年龄的小孩子一起练习 因为不是身体的问题 而是他的观念 其他小孩子是跟不上的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早熟的一个天才 那至于将来能不能成为像 Messi或西罗这样的成就 可能还言之过早 但是至少在这个世代里面 目前没有看到说任何一个球员 有办法追上他现在的一个发展 去年在T联赛的时候呢 他有一场比赛 在全力冲刺的情况下 他的跑动的速度达到了时速44.7公里 当然不是一直跑啦 就是瞬间的 瞬间最快的 充斥速度 对对对 是这个有点夸张 对那对 但是他说 但是足球场是100公尺长嘛 那我们其实这我没有办法找到 就是说 Mbappé他有没有跑100公尺的速度 Ozenbot 100公尺金牌 他在跑100公尺的时候 瞬间的最快速度 是达到了45公里 时速45公里 当然也是那一瞬间 如果他去Mbappé就跑100公里 他好不好可以跟Botten 几乎可以跑完一样的 这样的速度足球场上 真的有那么大的优势吗 这个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Ozenbot他有去参加 多特蒙德的视讯 他有去曼联 他都有去 那他是曼联的球迷 他先去多特蒙德 因为多特蒙德先给他机会 那赞助商的缘故 所以他选择在多特蒙德的视讯 一个足球员 当然他在场上 他的速度是非常的重要的 但问题是 速度这个东西 在足球场上 变成说 他只是其中的要素之一 你今天Mbappé 他的充斥速度这么快 其实很多的足球员 你主要看他带球的充斥速度 跟不带球的时候充斥速度 你如果要跟Yousanbo来拼 这个100公尺的话 我认为Mbappé还是拼不赢 可能你跑不到100 可能就没有那个速度的 就没有力的 但是 这个球员 他我认为他聪明的 就是在于说 他可以把他的一个速度 做完美的运用 我觉得这一点是 让大家觉得最惊艳的 包括刚刚昨晚提到的 这个船接球的一个时机 一个他的一个跑位 那这点我可以用一个例子 来做一个印证 常常会看到很多的年轻球员 他在某一个球队发光发热 结果他转到一支豪门 或者换了一支球队以后 他就突然表现走样 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Mbappé他厉害的在哪里 他在摩纳哥的时候 他可以跟Fakow 这样子提的配合的不错 结果他到了巴黎甚至很慢 这一支有Kavani 这么多巨星在前线的一个球队 他同样可以发挥他的作用 结果他到了法国队 他还可以在世界杯里面 同样去展现出他的一个身手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一个 只有19岁的球员来讲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蛮难想象的 对 他代表说他除了 他自己的冲刺速度之外 他的一个脑袋里面的东西 可能是 他提球最大的一个资产 所以你提到说除了体能 他现在不仅是19 而且事实上19岁应该体能 应该还可以在 还有机会再长 其实到25岁都还有一个 对对还可以维持住 对那刚才讲到 跟Wuzenbott的这个比赛 其实因为足球员的 跑动的姿势跟方式 跟短跑球员是不一样的 其实一场比赛里面 一个足球员 他最大最大的冲刺的距离 原则上不会超过40码 对 他就算全力跑起来 大概跑到20几码30码 就是极限 因为他已经要面对球门了 你从自己的球门 开始往对方球门跑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对方还有很多防守球员 最主要是20码到30码的 这个冲刺 短程冲刺 摆脱你的防守球员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后面有没有什么 跑进百米里面 跑进什么十秒 那都不重要 那Mbappe的启动速度 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我们讲说 为什么他要配合 一个聪明的跑位 因为你如果让对方 卡在你的跑动路线上面 对方是很容易防守你的 可是你一旦跑出一个空档 跑出一个空间的时候 你只要比对方快 对方追不到你 那他有什么技术都没有用 我们看到在小组战里面 这个奈吉亚这个穆萨 有一球从左路带球 防守球员伸手要去拉他的衣服 拉不到 拉不到 因为我根本追不上你 我连想犯规的机会都没有 可是你光是纯跑步 是不可能有这种效果 你一定要启动时间 要抓得准 第二个你要跑到那个 让对方没有办法卡住你位置 没办法跟着你跑的一个空档 那我想这些东西 都是你的球伤 要配合你的速度 那Mbappe是 他天生的这个条件非常好 再加上他在场上 非常的聪明 那我想是这两样东西的结合 才会让他这么有破坏力 其实跑得快的足球员很多 但是跑得快 踢得很差 足球员很多 很多 对 所以其实足球员 真的是你要结合 各方面的一些能力 对 不过说到这个 我也觉得 Mbappe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 应该会是对他比较大的考验 对 因为接下来 大家都采取一个比较保守 然后比较密集的防守 那对于这种速度型的球员 不容易有空间让他跑 除非是你已经先领先了 对方要反击 那你可能就会抓到空档 那我想这个是 接下来法国队 使用他的方式 但是阵地战还是要靠 Bogba跟 没错 Gritzman 还有Gru这条中轴线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从简单的一个数据 就可以知道说 Mbappe他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大家还记得八强战里面 就是乌拉圭去对上法国 那八强战里面 乌拉圭对上法国 他算是比较弱势的队伍 所以说他一定会采取一个 比较严防的态势 那那场比赛里面 我们看到在Mbappe方面 他就只出现了一次的射门 然后他当然他还是有 在他场上的牵制作用 但是明显你就会看到他很难 看到他像在这个 对阿根廷比赛里面 那一种大杀四方的感觉 那我认为在接下来的 剩下的这两场比赛里面 如果他们万一打进冠军战 他同样的也会面临 对方的严防 这才是对Mbappe 现在开始最大的考验 法国队比利时 这一场比赛 让你先安排个提一个 觉得说胜负的关键 会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法国队 跟比利时的一个胜负关键 还是在于整个队型的调配上面 跟不同的进攻手段上面 其实法国队是比较多的 那比利时他才 在过去的几场比赛 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中场球员 还有进攻线上 能够倚靠的手段 其实差不多 大概就是在左路是 阿札的一个突破 然后中路的话 这个Debrine的一个分球 然后再加上 Lukaku的一个突前中锋 大概他们进攻的手段 就这么几样 那其他几个球员的表现 并没有那么理想 比如说一开始的Mertens 跟后来的Kalasco 甚至上了Charlie之后 他们实际上发挥的效果 都还没有那么好 反而是 倚靠这几个核心球员 那法国队如果有一个 非常针对性的防守 例如大家都知道 Kante的一个中场潜质能力 他如果能够潜质 Debrine的话 比利时可以用的招数就不多 可是法国队我们可以看到 他封线上面类型有很多 有战装式的Giro 有速度型的Mbappe 也有控制能力很好 可以做球 可以自己射门的Grisman 那甚至他们还有 另外一个有速度的Dembele 那或者是在 接下来的四强比赛 一定会再付出的 攻守兼备的Mertens 就是说他的选择性 其实是比较多 那我想法国队在 整个场上 他能够做出的变化 不管他是领先 或者是落后 因为我们也看到 法国队在领先 跟落后所有的表现 他们只要一辨证 都能够发挥 他们想要的效果 就是因为我板凳有人 那我想这是跟比利时 最大的一个差别 我认为法国队里面 他在进攻的时候 他会有两个关键 他如果一开始 比利时 跟他在打这种护攻 但是比较慢的一个护攻 大家还在0比0的状况下 我认为最大的关键 应该是Grisman 他在前场 可能在阵地战里面 他有一些组织 或者是分球的作用 展现出来 这个我觉得 他会是一个关键 但是如果万一 在比分发生变化的时候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姆巴佩 他如果在比分有变化 譬如说某一队是先得分 尤其是法国队 先得分的时候 姆巴佩很有可能就是 拉开分数最好的一个力气 因为他的速度 防守反击非常惊人 那至于比利时方面的话 我会认为 呼应刚刚昨案讲的 法国队他的确有非常多 不同类型好的球员 这也让他们的总教练 德顺 我认为他的一个用兵 反而就有点像四平八稳 他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比利时我比较有趣的是 这一次的世界杯 跟上一次的世界杯 最大的不同 是他们的总教练 Roberto Martínez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过去的两场 16强战跟8强战里面 其实比利时都遇到 不同程度的一个问题 像他在遇到日本的时候 莫名其妙0比2落后 也不能说莫名其妙啦 但是那场比赛 的确他们是遇到了一个 无法预期的 0比2落后的状况 或者说他们在对巴西的时候 他们利用一个乌龙球 先取得领先之后 他们立刻做辩证 我是比较期待 这个总教练 Roberto Martínez 他会不会在这一次的 法国对比利时的比赛里面 他做出一些 比较有创意的调度 我认为这也是 有可能影响到 比利时的一个 表现的一个关键之一 的确就是 刚刚左边他也提到 就法国的教练 他不需要赌 因为他有很多的筹码 他基本上不需要去赌 但是很多世界杯的 其他的教练 他是必须要去赌的 他要赌赌看这个 对 但是赌对赌输 就差很多 法国队的好处就是 他只要排出 他一个最稳固的阵容 甚至他可以排两套 三套 他都会是一个很稳定 很平衡很稳定的阵容 但是到时候就看 如果Martínez 他要出一个奇招 或者是他 要用原来的阵型 跟你对抗 那到底哪一个选择 会是正确的 这是法国跟比利时 这场比赛情况 那7月12号的凌晨 梁景中 还会有一场比赛 就是克罗埃西亚对上英格兰 克罗埃西亚上一次 打进四项是20年前 但是他们其实东欧里面 算是人口数比较少的一个国家 不到420万的人口 417万左右 但是他们一路上提到四项 就是说世界杯史上的 这个记录里面 人口数最少能够拿到冠军的 就是乌拉圭 乌拉圭330万多一点点 但是乌拉圭 那个拿到冠军年代 跟那个时空背景 1930年 就是那个1930年跟5年代 那两个冠军都是 我想那个时候的足球的竞争的环境 跟条件跟今天 有人在提到说这一次克罗埃西亚 可以用这么少的人 或这么少的球员的基础的base 可以打踢到这个四枪 已经是创下来一个奇迹 这一场比较 当然他们在面对英格兰 他们看起来还是一个 比较不被看好的那一边 可是如果两位是克罗埃西亚的教练 或者说觉得这个球队 有什么优势是可以打败英格兰 这一次的克罗埃西亚 应该算是他们历史上阵容 最完整的一次 甚至可能比1998年更好 那因为1998年的时候 他们可以说是这个出生 所以非常有冲劲 所以非常有冲劲 可是事实上他的位置 没有这么完整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 他们在封线上 有超级前锋 在两个边路有 Rabish跟Pelicic 然后在中场方面 这不用讲 世界上最好的两个中场 都在克罗埃西亚 他们唯一比较 让人认为是稍微的弱点 就是他们的一组中后卫 对这个Vida跟这个Rofland 这一队中后卫 他们身材有 身高有 可是他们在投球的针顶 还有这个防守的时候 偶尔会有失位的情形发生 这两名球员在个性上 就是比较 我们讲比较毛躁 他们这个跑位上面 经常会出现问题 这个是他们小小的一个弱点 但是以整体来讲 他们在每个位置上面 都能够有非常好的球员 那这是过去克罗埃西亚 从最近20年来 算是最好的阵容 因此能够打进四强 也不能算是非常大的一个意外 对阵容不错了 但是我们讲说要夺冠 我们也讲说夺冠 其实防守是非常重要 而克罗埃西亚 他们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他们后防上面的铁三角 虽然Subashi 这两场比赛表现 大家觉得非常的好 可是事实上 如果以Subashi来讲 他过去并不是一个 被大家认为说 这个在世界上 算是最顶尖的门将 所以可能在这种关键时刻 他的铺就能力 或者面对大场面的时候 因为我们到了四强冠军 这个场面跟你踢什么 小主赛16强 又有点不一样了 对你能不能承受住 这样的压力 那我想可能对于 他们的后防线来讲 会是非常大的考验 那尤其是你的对手 是这个高空球能力 非常好的英格兰 那你的这一队中后卫 又刚好在这方面很吃亏 要怎么样守住英格兰的一个 高空球的攻势 会是他们的关键 反过来讲 英格兰这一次 他们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一个好的防守中场 Handerson他本身 是一个远射能力 跟调配能力 相当不错的中场球员 可是他不是以防守能力建长 那你面对 克罗埃西亚有两个 全世界最好的中场 那你要怎么样去应付 那我想这个是反过来 会是英格兰的一个可题 英格兰的定位球的攻击 在这一届里面 表现得相当的出色 可是刚好克罗埃西亚 反而在这几场比赛里面 在防守对方定位球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出了一点差 对他们都会出一些疲漏 对所以这个到底是 真的算是克罗埃西亚的弱点吗 还是说其实在目前 现代足球里面 定位球本来就是 很难以防守的一个进攻的模式 定位球这种球种来讲 你在足球场上 大家比技术 比速度 比球员的阵容 这个都会有落差 但是定位球往往是强队跟弱队 在那场比赛里面 可能双方在实力的落差里面 最少一种方式 所以说很多的弱队 对于定位球来讲 会特别的注重 像英格兰来讲 他绝对不是弱队 但是他这一次 他表现得最好 因为重点是 我在这种世界杯比赛里面 我每场比赛都很重要 那我每场比赛都很重要的时候 大家对于比赛的细节处理 就特别的小心 那相对来讲 你如果有定位球 这种方法 能够敲破对方大门的话 你等于是在比赛的中间 你多了好几个机会 是可以领先对方的 我觉得这是英格兰 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 那刚刚讲到这个 克罗埃西亚 其实我要提醒大家 克罗埃西亚 他这一支球队 他有非常多好的球员 但是很有趣的是 这一支球队 他的球员其实 都不是自己国家训练出来的 他的球员可能 大家如果有看这个 瑞士国家队比赛 大家都会讲说 他里面有很多东欧系的 包括了阿尔巴尼亚裔的一个球员 那克罗埃西亚的问题也是一样 他们的球 他们的祖国经过战乱 所以说他们大部分的球员 都是流离失所 他可能从小就到国外去了 你像包括了这个Rocketech 他就是其实 他过去就是瑞士青年队的一个议员 他只是在成年队 他转踢这个克罗埃西亚队 所以说这个球队来讲 我认为他是属于一个欧洲的异类 而且他很多的球员 其实是从各地召回来 在这个国家队里面效力的 那我觉得这支球队是充满了 魅力跟变化 即使是球员来自于不同的 不同成长背景跟环境 能够在这么短的世界杯里面 能够整合成一支战力 然后踢到到四强这样阶段 你也还是可以看得出 这些球员牵制的能力 就是像我们之前节目提到 就是一个球员 他如何能跟 尤其是像足球这样的团队运动 你要怎么样能够发挥自己的战力 同时你也可以跟队友融入 在团队运动里面 这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在这一季的比赛里面 克罗埃西亚是现在 我们看所谓的法国 比利时英格兰都已经是战功标柄 甚至拿过冠军 克罗埃西亚看起来好像并不是 在现在到这个地位 但是如果这一次世界杯 他们可以突破四强战绩 甚至于是拿到冠军的话 国民外交也好 或是在国家打自民族 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待一会儿 我们这期再回到 中广新闻网的世界杯特别报道 欢迎回到中广世界杯特别报道 我是陈凯 我们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了 爱尔达的足球球评 左背大使命警 左背 大家好 以及FOX还有华士的球评 正先盟芒果大 大家好 其实我跟左背大跟这个芒果大 其实年纪差不多了 那但是呢 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大部分的时间是被 篮球跟棒球占据的 那足球的话就好像 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 那你会特别看到 民生报道特别报道 我印象好像比较深刻的是 在我们大概1986年那次 阿根廷拿到了世界冠军 那个马拉杜娜这样子 但是那个就是四年一次 就感觉起来 就是足球在一般的 台湾的运动迷里面 通常不会是主流的球迷 但是呢 像这次我后来看 但是在过去是20年里面 我们也看到像左背大 或者叫芒果大 那慢慢慢慢就是在利用 每一次世界杯 或者说在平常在 拼足球的一些时间里面 能够就是累积一些 慢慢慢慢累积一些 台湾的足球的球迷 那我比较想要去了解到的是 就是为什么你们会 这么喜欢足球 说我们是沙漠 那你们怎么会变成这颗种子呢 在台湾以前 开始有足球转播以来 大家其实看也不见得 看得很完整 因为在整个时间上面 还有这个比赛场子上面 其实对台湾人都不是很友善 那我第一次看到 世界杯足球赛是1980年 那时候我还很小 才七岁 六岁多还不到七岁 那时候是对足球有印象 可是真正能够看完 一整届完整的世界杯 是1986年 那其实有点因缘忌讳 你说一个小学生 怎么可能会看完整的世界杯 几乎每场都看 那也很奇怪 因为我舅舅家里是开电气行 然后在宜蘭乡下开电气行 那因为世界杯的时候就是暑假 那以前的小孩子 寒暑假就丢回去给外公外婆带 那我妈妈把我丢回去宜蘭乡下 我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都住在宜蘭 那因为我就家里是开电气行的 电气行有一个特色 它的电视是24小时就一直开着 那因为那时候有世界杯 所以我每天就陪着我表哥在那边雇电 我雇电了雇了我就发现 只要台湾有转播的比赛 我每一场都看了两三次 因为它就一直重播 它会重播 然后就这样比赛我也看了两三次 甚至半夜一两点就有电视可以看 那是很特别的一个环境 那那一年又很特别 是因为那年的世界杯在墨西哥举行 那1985年的9月 大家都知道墨西哥发生了一个大地震 那当时呢 本来是要取消墨西哥的一个主办权 可能要移到英国去比赛 可是墨西哥政府说 没问题 我们一定有办法在9个月之内 重新重建整个墨西哥城 能够让比赛能够顺利的来进行 所以当时在报纸上面 或者新闻报道上面 你看到很多关于墨西哥的新闻 不是世界杯 是大地震 是死了很多人 我那时候的印象就是 墨西哥死了好多人 可是到后来 看到世界杯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国家 他们那个在场边 为自己的球队加油的那种气势 然后还有那个球队 能够努力打到八强里面 的这种状态 让我看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是墨西哥的球迷 是因为我是1986年的时候 我看到墨西哥打进八强 而且那个国家是一个 我在报纸上看到 它全部都是很悲惨负面的消息 可是他们的球队 就打出这么样的一个气势 打出这么样的一个成绩 所以那一届是让我很感动 那另外就是 很多人在1986年迷上足球 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个人 叫马拉杜纳 没错 娘子啊出来看上 我也是没错 因为他的表现才是太出色 就觉得说怎么有人 可以把一个不用手用脚 这么样一个麻烦的运动 表演得这么出神入化 淋漓尽致 以技术而言 马拉杜纳吸引了我 以整个比赛的氛围而言 墨西哥吸引了我 所以在1986年之后 我看完整届世界杯 那包括我讲到 刚才吸收什么电视台 什么墨西哥各种资讯 我从那届开始 我认为足球真的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后来就非常非常的 关注足球运动 那一直到1990年 1990年我去了马来西亚念书 我去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 啊原来世界上足球不是那个 只有四年踢一次 电视上每天都有英超的比赛 没错 都有核甲的比赛 还有当时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小世界杯意大利的比赛 对 而且我去的时候还刚好碰到 意大利他们把三冠王都包了 就是小三冠 就是当年的欧冠 然后威发卡跟威尼斯卡三大杯赛意大利都包下来 那我在马来西亚电视上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些比赛 所以我后来就顺理成章的 因为在台湾有一个喜欢足球的启蒙 然后到了马来西亚有一个打开电视 满满通通都是足球比赛的环境 所以我从他之后才开始真的是非常用很多的心力去研究足球 先讲起步 其实我的起步跟昨晚是有点像的 都是1986年起步嘛 你家也是开电器行吗 我家也不开电器行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原因我看了很多次 你要知道这1986年那个时候台湾刚开始有录影带跟录影机不久 嗯差不多 对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录影带还分大片小片 Beta跟VHS 对对对对对 那一开始的话很多人是看像我们家是看Beta的 那时候VHS还没有把Beta给吃掉 有录影机嘛 就喜欢录节目 因为录影机的作用除了去出片子来外 就是把那个电视上的节目你觉得好看的把它录起来 自己反复观赏这样子 那很有趣的时候 那就是刚好有世界杯 那有世界杯的时候 大人就会把录影机拿出来用 录了几场好看的比赛 小时候是没有什么定性的 你认识的国家也不多嘛 我可能小时候就听过什么英阿福克兰战争 然后那个时候就认识了英国 那你觉得英格兰对阿根廷就觉得哇很酷 你想要看这两队来对打 那对这两队也都还蛮喜欢蛮有兴趣的 那那时候你不会想到是世仇什么 你只知道因为他们前面有战争过一次 然后在世界杯里面就比赛 然后你就会看到马拉杜纳的表现 那现在很多人常常会笑说 人家这个一日球迷的冠军球迷 说真的我实在没有办法笑人家 因为从小其实大家大部分都会是 因为某个原因去喜欢足球 那你会喜欢足球的原因 通常是一定他表现好 你才会喜欢他嘛 表现不好的球员或表现不好的球队 你怎么会对他有印象呢 所以说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开始没有定性喜欢银格兰 然后又喜欢阿根廷 然后最后在决赛的时候看到 马拉杜纳对上德国队 那个对德国队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在决赛里面 德国队是从0比2落后开始追的 你就会发现说他们追平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所有的德国人 就是跪在脚球器旁边 然后在那边痛哭那种感觉 庆祝你就会觉得说 哇好感动怎么有一支球队这样子 不愿意放弃 从此就开始喜欢德国队 就这样子开始延续我的一个 足球的喜欢的生涯 那当然我个人是在台湾成长长大的 陪我成长也是棒篮球 所以说足球的资讯 我们只能尽量自己去找 我很高兴我父亲很喜欢推荐我看足球 那我又觉得自己想要跟人家不一样 我就会开始注意一些体育杂志 里面的一些足球的消息 比较遗憾的是在台湾就是四年开一次 四年开一次 我四年开一次的状况 就是一直到大概1995年 那个时候大约是那个时候 ESPN开始进来台湾之后 我才开始有所改变 那时候播了美国大联盟还有盒甲 不是先播英超 还有欧冠 那个时候还有欧冠 那从那个地方 帮我们再开始慢慢配合世界杯去认识自己喜欢的队伍 像我们到1998年之后 你看完了世界杯的比赛 你就会回头看到 原来有联赛可以看 那我们就开始那个时候去喜欢联赛的队伍 去认识联赛的队伍 不用等四年这样子 对对对对 因为你等四年中间很无聊嘛 你没有别的球队可以喜欢 没有精神寄托 那我喜欢德国队 我就去研究说 那马泰斯可能是在哪一支球队 哇拜仁慕尼黑 这个听起来很酷的名字 那我就喜欢这支球队 我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 慢慢让自己去越看越深这样子 家长我们现在这样小孩 比如说小孩都不要太爱看电视 看电视太多 这个眼睛会看坏 不过也不一定了 也许有人看电视 可以看出一个足球专家 也不见得是一个很坏的事情 你自己其实在台湾这个环境 如果你喜欢一个运动是一回事 可是家长可能不会认为 你喜欢的事情 可以做成一个职业 所以你凌世纪会警察 这个好像听起来反差有点大 但在国内我想 各式各样的球评 不要说只有足球 其实在香港你的这个工作 本职工作也是相当特殊的 那你怎么样 在这个两个不同 完全不同的身份当中 去取得你生活 跟你的日常的一个平衡呢 我觉得在台湾很多人的观念 就是说 你要做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你是学音乐的 你只能学音乐 然后你是学画画的 你只能学画画 然后你念书的 你只能念书 你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其实在台湾很多人的观念是这样子 但是我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我从小就做了很多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事情 我小时候其实我非常喜欢下象棋 然后我还当选过这个U14的少年的国手 在国艺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下象棋 我从小就下象棋 然后我从小也写诗 我九岁开始就写传统的古典诗 那也在国语日报 我会写新诗 也发表新诗 我后来上了高中之后 在马来西亚念书的时候 我自己还组编学校的一本文学刊物 跟几个同学一起组编 所以说其实我在念书之外 我一直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但是做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影响我念书 因为我就算不做这件事情 我书不见得会念得比较好 或者是会也不见得 也不见得会比较差 那我觉得人本来就是 你可以做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后来我是96年回到台湾之后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很投入在足球这件事情上面 那当然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是接触了很多 可是我回来的时候 就只会跟一些朋友 在这种乱约 踢那个野球 踢一踢野球 那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 那那时候刚好因缘继会 就是在台大办了一个 三对三的足球赛 然后那时候刚好 网路刚开始嘛 大概1995年96年时候开始有网路 那时候还在叮叮叮在播接 对 等到后来开始有所谓的宽屏的时候 大概是2000年之后 2000年左右 那时候就很多网站就运运而生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 讨论区 然后我现在编卡有没有人要来 就我就约到两个人 一个很可爱的14岁的小女生 另外一个人叫黄天佑 我们三个人就去台大踢了这场比赛 睡梦洗碗 然后我们第一场比赛就输了 就被淘汰了 然后因为我们好像下午 不晓得一点多来两点去 踢了一场球 那三对三台五分钟而已 就被淘汰了 我们想说那我们这样子约出来跑这一趟 不是就没菜嘛 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坐着我的车 那天佑那时候我记得他好像骑摩车吧 我们就去郑大 因为黄天佑住郑大 就去郑大足球场 我们就说我们都已经约出来了 我们踢五分钟就收工了 下礼拜再来 我们就三个人跑去那个足球场 就是台大的比赛完 我们就跑去郑大踢球 然后一踢之后 我们就后来变成固定卡 每个礼拜六就约踢球 那本来三个变五个变十个 我们到后来全盛时期有六七十个人 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时候 为什么你们三个人会凑在一起踢球 对对对对我也不知道 没有就是因为你约了嘛 为什么你会约 为什么你会约 你怎么会知道认识黄天佑 不是我们是因为要去参加那个 台大的三对三比赛 找不到人 我们没有卡 我就留言说明天下午两点 有没有人想要去踢球 我们来凑三个卡吧 就来了三个人 三个完全不搭嘎 环境天差地远的三个人 可是后来我们因为踢得上球 踢了都觉得才踢五分钟 真不过瘾 就跑去正大踢 就一踢 那个团队就是包括后来 芒果也加入我们 也踢到最多有六七十个人 后来我们里面的球员 很多现在不是教练 也是当裁判 那甚至像黄天佑芒果 他们也都是在球评界 可以说我们那个 最梦稀叛的这个乱揪的这个团 后来还是有发挥一点效果 然后自从揪了那个团之后 我才陆陆续续开始说 我们在台湾可以做一些 足球的推广 比如说办活动 那办杂志 或者是其他的各种方式 我才觉得说 我以前在国外有吸收到一些 在台湾可能看不到的东西 可能台湾人比较难取得的一些资讯或知识 我可能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有 那我可能回来之后 现在可以透过网路的流传 或者我办一些足球的活动 什么假日看球 假日踢球这样的活动 然后慢慢开始在台湾就是推广足球 大概就从两千年左右开始 诸多兴趣之一 对然后因缘际会 认识这方面的人来做 但是像大家就可能会很好奇说 你其实平常是 如果你还要警察的话 这一个月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休假的时间 可是这个月你还是在执勤的这样子 那你怎么去平衡 你刚刚说你今天只睡两三个钟头 我觉得这个工作跟你会有办法平衡吗 会造成你的困扰吗 因为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其实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不用真的很去考虑 所谓的传道桥头自然值 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我如果要做足球的东西 我就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东西 比如说我从来不跟人家应酬 我不跟朋友吃饭 我也不去唱卡拉OK 这些时间我都在干嘛 我都在看足球 所以你一定是有牺牲 也会有获得 那我可能就牺牲了那些 平常你们在做别的事情的时间 那你可能下班跟朋友吃饭嘛 你可能会跟礼拜六跟同友去 唱卡拉OK看电影嘛 那我都不做 那我的时间其实就是投注在 在这个足球上面 就好像有些人 我不抽烟那是我喝酒嘛 就是其实你花的钱 就是一样的东西 你花的时间也是一样 那刚才你讲说世界杯 你去转播 可能耗费很多时间 但是我就 其实我就经常讲 我不转播我还是要看 还是要累 我从小哦 我从1986年开始 我就每一次世界杯 我都是全程每一场都看 所以你看我这次64场 我也是全看 就算我不播的比赛 我还是看 所以对我来讲根本没有差 我不可能因为说 没有人请我转播 所以我这些世界杯 我就在家睡觉 不可能我还是没有睡觉时间的 但是你的工作 怎么去跟你这个时间去搭配 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 有的人工作完 唱歌唱到天亮的 有没有也是有啊 跟女朋友去看午夜场 看电影的有没有也是有 但是我都不做这些事情 我的时间都放在足球上面 所以其实你严格来讲 时间的调配跟别人没有差那么多 我唯一的差别是 我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 那重点是你 有没有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你只要有认真去想做一件事情 船道桥头自然之啊 他就一定会让你找到一个方法 如果你找不到这个方法 或者是你撑不下去 那你这个就会over 你就没有这件事情了 那既然我还能够继续做 就表示我这条路 他目前为止 这样是OK的 是可以走 台湾喜欢的运动的球迷 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们要怎么样走到这条路上来 世界杯一来啊 我们都要聊世界杯 可是我们都不是很懂 那我们要怎么让人家觉得我们很懂 那我们要一定要骂别人是一日球迷 那我们今天请 最近30年来 他都已经每一场都看的走杯来 或者说请芒果大家来看 他真的很多一日球迷就要听了 就是这一个月 大家赶快来凑热闹 压家住啊 谁会拿冠军 四年之后会回到原来的路 但是两位都是 没有回到原来那个路上去的 两位都从一日球迷 变成了终身的球迷 怎么样去转变这件事情 原则上一日球迷 不是什么坏事啊 就像刚才凯哥讲的 任何人都是一日球迷 一个喜欢学画画的小孩子 他也要第一次画画嘛 一个喜欢学音乐的孩子 他一定要有一天 某个时候去摸的钢琴 叮叮咚咚咚 他才开始 就是喜欢学钢琴 或者喜欢玩音乐嘛 都有这个第一次 所以其实我认为 一日球迷这件事情是好的 就是你要让大家 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去接触 我觉得世界杯是一个 最好的机会 因为你平常可能不是 每个人都会接触足球 但是你透过世界杯 每个人都会接触一下 喜欢的人 就是他有趣的人 他就会留下来 那你有趣的人 留下的人多了 你这个市场变大了 将来他出现的机会就变多了 比如说像以前 台湾也没有转播 这么多的联赛 慢慢会增加 那他又会透过一个良性循环 会增加更多的足球迷 只是也许速度 没有像我们大家想象的 那么快 可是他毕竟是 一路一直都在成长的 那我想 这跟台湾的社会环境有关系 像我刚才讲的 台湾人经常是 哎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哦 你读书就是只能读书 好好读书啊 对 看什么足球 书都读不好看球 看足球对足球 对足球有没有什么帮助 没有 当然是没有帮助 可是他对足球有没有害 对足球有没有害 其实也没有害 就是你喜不喜欢 想不想做这件事情而已 所以我觉得一日球迷很好的是因为 他可以让很多人都去接触 其实你说资深的球迷啊 是不是一日球迷 其实也是 当然是 比如说我是漫年的球迷 我都一直只看漫年的比赛 那我是不是一对球迷 有些人我除了看世界杯 我也看欧洲国家杯 可是我只看这两种 那我是不是两年一度球迷 所以其实球迷的程度是 本来就会有不同的年拙度 有的人每天看 有的人每周看 有的人一个月看 那有人就四年看一次 这没什么不好 本来就是要有各式各样的人 可是你越多的人去接触 一日球迷就可能变十日球迷 十日球迷就可能变成每日看 都会有 每一个阶层都会有 所以我认为世界杯 对于想要推广足球 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入门的一个时期 那我想我们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讲 啊足球很棒啊 或者是看足球的这些技巧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对 当然其实你说到一日球迷 像我们看比较久的球迷 当然你免不了 这个是一个直觉 你可能听到旁边在讲一日球迷的事情 比如说讲说啊 然后内玛尔昨天怎样 他看到他怎么样 相信很多看比较久的球迷 自然而然就是这个会翻白眼 然后翻到脑后后脑勺去的哦 当然会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 但是我我常常也会反投自己想一想说 哎以前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来的 嗯 我们以前也是看某个球员很帅 或者是他在场上做了什么事情 我开始喜欢这个球球队 或者是我开始看足球 其实这个都是会这样子来的 所以说我并不会认为说一日球迷绝对不好 嗯 相对来讲我会认为说 假如我今天啊 每次世界杯 我有100个一日球迷 我只要这一次留住留下一个 嗯 那下一次世界杯 搞不好我就留下了三个 嗯 哦 那我渐渐的渐渐的 看足球的会越来越多 哦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希望用世界杯当做一个 因为世界杯很夯嘛 大家都会想进来看 嗯 大家想进来看热闹 那你今天看热闹 你只要10个看热闹的人 我留下一个两个 哦 下一次世界杯 我就有更多人进来看热闹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那个 排店行 这个排队行销是一样的 嗯 这个一个新店开张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故意做促销 对 或者找什么工读生来排队 啊大家看到排队 我就哎 过去排一下 哎买一买 啊你东西如果难吃 当然过了一个月 这个热潮就没有了 对 可是如果你东西是好的 或者是你能够把客人的心留住 将来你这个事业就会发展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 排队行销是一种 非常类似的概念 我并不反对 在世界杯期间 大家一窝蜂的都来封 那你封完了喜欢的留下 不喜欢的可以去看别的 就好像为什么 我们要让小孩子 哎 接触一下音乐 接触一下画画 嗯 来接触一下体育 为什么 你要让你的小孩子知道 他喜欢的是什么东西 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或者是 哪一样东西他是有天分的 嗯 那你不是要强逼说 我叫你去画画 就是一定要当画家 你要去碰钢琴 就一定要当音乐家 不是 可是你如果接触到 很多的东西之后 你总是会有一个 喜欢的发展 所以我甚至认为 不只是足球一日球迷嘛 棒球篮球羽球 都好 一定有 大家都尽量去看 都去 都去凑热闹 都去跟风也没关系 对 可是你就会有 你喜欢的东西留下来 那你不管留下来的东西 是哪一样 这个对整个我们 台湾的人文社会 或者是我们这个体育环境的发展 都是一件好事 可以累积了 的确 就算是去迷这些迷歌迷解 也很好 我觉得很好 所以说 呃相对来讲 我很感谢世界杯 当然有很多的资深的足球人 可能觉得啊 你们都四年才封一次 其实反过来想 我很高兴我们可以四年封一次 哦 就算其实不是 就算不在台湾了 在日本 在世界各地都一样 四年世界杯一定是吸引最多人来看的时候 嗯 那相对来讲 我台湾大家可能很多的足球球 足球人都会说 啊 台湾足球很烂很惨很低迷 都已经快死掉 所以说我很感谢四年 每四年有一次来帮我 有人帮我惦记一下台湾的足球 打个强心针让他再跳起来 嗯 那我们每四年持续在做这些事情 你迟早也会让我们的足球会更好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世界杯的 最简单的啦 就是1986年 我们第一次看世界杯收的环境 跟现在的环境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嗯 你能够看到的比赛的数量 嗯 观众的人数 嗯 然后还有这个 台湾踢球的人口 美体的讨论 完全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也许你还追不上一些先进国家 但是你以自己跟自己相比 他就是30年来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对 那我想这个大家都一定看得见 看完比赛之后呢 你会回来想说 哎那我们自己是怎么爱上足球的初心 或者我们怎么按照运动的初心 从观赏开始改变台湾的文化 对于运动的比赛开始感官 我想这才是 呃 看完一次世界杯之后 也许对我们才得到一些启示 啊 今天非常谢谢啊 左杯大好 石敏景 以及呢 芒果大好 郑先生们来 跟我们来聊聊聊 他们自己啊 这个看足球的历程啊 那谢谢谢谢 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